纸鸡它是这样子的 渣发辣辣 大家好 这里是马克干饭日志 最近被朋友安丽一家在城西开了很多年的徐州餐馆 所以今天我们就准备去搭搭味道 两个鸭头 一份鸡爪 酸菜 鱼类 酒黄还是五大鸡 看你了 鸡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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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其实开了太毛二十年了 我朋友推荐我家餐馆 他推荐的第一段就是他们的鸡爪 徐州菜三头一掌 那一掌好像不是鸡爪 好像是鸭爪 确实是连这种 连一下骨头就脱光了 很有鸡爪的风味 我要开始飙汗了 那个蛋黄芝士感觉也蛮好吃的嘛 哦 辣子鸡块 哦 辣子鸡块 辣子鸡块是这样子的 辣子鸡块 鸡块吃起来还是比较爽的 它这个鸡块确实切得比较大颗 然后确实又感受到那个鸡爪那层辣 我这个鸡还可以 鸡满的 它们家的酸菜 应该是属于它们的招牌下的事业 它骨头没有提干净 嗯 这个每一块都有骨头 说实话 就是这道鸡的鱼 没有说很惊艳到的 放给一下子 米饭不够了 我们也有米饭 没有了吗 特别给两个钟 哦 给我们一个那个 这倒是我们为了下饭专门点 豆腐干鸡身小炒 看起来好像也是辣的 看起来好像也是辣的 哦 这个下饭 就看老板娘说话 还有一个豆腐干 不是我们那种香干 十足豆腐干 就有点烂烤 有点都有点像豆腐 这一碗菜可以下很多菜 我都觉得我们可以加菜了 我的蛋饭之后已经极可难了 下饭应该是超级下饭的问题 米饭都被人家点光了 我就觉得高低 我们应该就点个下饭吃 再给我们加一个蛋黄鸡翅 好 你不是要个下饭吃吗 对 吃渠州上面鸭头在哪里 一吃一吃 鸭头 鸭头 像徐州的山头一样 哦 这么辣的 就他这个 我们不是前两年刚吃的鸭头吗 这个鸭的脸 感觉比那只还要大 真的很香 我感觉徐州辣的给鸭 给人的感觉应该就是 你入口就很辣了 很刺激你的味觉 但是你一吃你就停不下来 会一直要吃 吃到嘴巴肿的那种 这家店的蜡是真的是 薯州辣 哦 终于买了 哦 终于买了 炒个饭 辣椒一起吃下去是不是感觉很带感 这个 吃到的还真正太 不好意思 蛋黄鸡是没有了 哦 有没有 类似于这种小炒有吗 小炒的有啊 橘州笋干 就直接炒肉丝了 哦 有了 哎 我知道都有一点 好像留不给你了吗 有 都给你留 蛋蛋味道 这不太棒了 满足 期待下一碗下饭菜 嗯 好好吃一下 好好吃一下 你很下饭的 然后第二道下饭菜 下饭菜 我就吃铁饭 差不多 最后来淘一下 像每颗米饭上面都是 油汪汪的 我觉得这场下饭菜 还是刚才那道好吃 嗯 今天大概六七个菜 当然也包括鸭头鸡 赚195块钱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点赞加关注 下期见 哎 头发就给它撞涂了 我操 哈哈